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AMD最近發表了7奈米的筆電顯示卡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MSI ABA15電競筆電 就是首款最新科技的電競產品 那它的效能到底如何呢? 值不值得購買呢? 那我雲霸今天就要帶大家 一起來完整的開箱分析以及介紹 Let's go! 好,接下來讓我們一步一步來開箱 每一次開箱微信的筆電都會覺得他們很有誠意 特別是它附上這款包包 有沒有,很好看 而且它是好背又實用的喔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附上這款電競滑鼠 它也是支援RGB調色 而且手感很好 那再來是它的變壓器 它是電競筆電,所以它需要180瓦的供電 可是它雖然體積大 但是它做成薄型的 讓你攜帶也非常方便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MSI Alpha 15的外觀 以往我們對於電競筆電的印象就是 規格強但是又厚又重 可是這一台MSI的Alpha 15筆電 它的尺寸是15.6吋 可是你看它一點也不笨重喔 它的重量只有2.3公斤 以它的規格來看喔 其實算是非常的輕薄的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Logo有沒有跟以前的龍頓Logo 長得不太一樣 那維新說啊 這一次的雷鳥Logo 代表自由跟創新的意思 那在上蓋還有兩道肌肉線條 所以整體看起來是低調沉穩又略帶一點霸氣 我個人買筆電最注重的就是螢幕轉軸 就像買車要聽關門聲一樣 好的筆電一定要能夠單手開蓋 來,讓我開給你拍 螢幕採用120Hz的IPS等級面板 上、左右三個面都是超窄的螢幕邊框 那它可以提升玩家在遊戲中的沉浸感 也讓傳統15.6的機身 縮減成14吋筆電的大小 而且我發現它居然在這麼窄的螢幕邊框上面 還是塞了一顆鏡頭 不是放在下方 那這樣大家也可以用比較正常的角度來開直播 在C鍵的下方有狀態燈 鍵盤的右上角配置了電源鍵 鍵盤燈效切換 以及風扇運行模式的三組切換按鍵 筆電的鍵盤很重要 所以維新特別跟Steel Series合作 推出了這把單攝背光電競鍵盤 那ABA15的鍵盤啊 它的形成非常的Q、有彈性 跟一般筆電的清脆感不一樣 而且如果你搭配特定遊戲的話 它還可以用鍵盤背光來顯示 遊戲內的關鍵資訊 接下來我們看側邊的IO介面 它也非常完整 大多數的介面都放在左側 避免你使用滑鼠的時候去卡到 因為是電競筆電 所以內建穩定的RJ45網路孔 以及HDMI、Mini DisplayPole、USB-A、USB-C 和獨立的耳機麥克風孔 最特別就是這個發光的USB孔 很多玩家在打GAME的時候 為了氣氛它會特地把燈光調按 那你要插孔的時候就會找不到 所以這個ABA15的USB孔 不僅會發光 而且它還可以控制亮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背面 筆電的散熱非常重要 俗話說 廢熱解不掉 效能出不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背面 它有超過50%的金屬衝網孔散熱區 那它的背面也同時用了不規則的結構 來加強它的機身的穩定性 那如果你從上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雙風扇 以及很多的散熱導管 那這樣的設計也讓這台筆電的散熱效果 非常的好 好再來讓我猜給你看 Cooler Boost 5一共配備有7根熱導管 其中提供給GPU散熱的有3根 提供給CPU散熱的有3根 還有一根熱管是同時連接GPU跟CPU的 那在這個價位帶上 可以說是超豪華的散熱配置 那風扇一共有兩個一大一小 那主要給CPU的是大風扇 GPU的是小風扇 那費熱出口在側邊跟後面 再來α15的機身雖然精簡 可是它擴充性卻蠻高的 裡面可以讓你插兩條DDR4記憶體的插槽 最高可以支援到兩條32G 那就等於64G 硬碟也可以支援一顆2.5的硬碟 跟一條支援SATA跟PCIe格式的M.2 SSD 同時具備開機快速遊戲載入快速的優點 那又能兼具工作存放資料的需求 MSI的喇叭也是給的很有誠意 單體就是傳統筆電的5倍大 那它共鳴的空間也很足夠 即使不戴耳機 也能夠清楚的聽到遊戲中的 腳步聲、槍聲、引擎發動的聲音 所以α15其實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它最適合給那些喜歡玩遊戲的上班族或學生 那你可以在工作之餘用同一台來玩遊戲 好硬體的部分講解完畢 接下來讓我們來實際執行看看 螢幕採用120Hz極速面板 同時支援AMD的Random FreeSync技術 提供無卡頓、無視列的流暢遊戲畫面體驗 這次微星跟AMD推出了這台ABA 15電競筆電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性價比 因為AMD本來就非常強調它的CPU加GPU的整合效能 相較於市場上Intel加NVIDIA的組合來講 AMD的這個組合在功耗與效能上更加具有優勢 效能到底如何呢?我們可以從客觀的角度 以及主觀的角度來看 那客觀的角度當然就是用跑分軟體啦 那我用PCMark跑出4432分 那其實對比同價位的IN體系筆電來說 效能可以說是完全碾壓 主觀的角度就是我直接來打一場遊戲 當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Dragon Center 將筆電的模式切換到最大效能 這時候就可以解除封印 效能全開 我實際玩PUBG吃雞 全程都順順跑 甚至我不戴上耳機 也可以透過內建喇叭聽到腳步聲跟槍聲 相當不錯的遊戲體驗 這組Giant Speaker 它有5倍的巨型音箱喇叭 在遊戲的音效、環繞效果 以及震撼感都非常好 另外我要提一下 如果你插上耳機 它其實也支援Hi-Res輸出 如果你搭配奶Hammock 它可以進行聲音的優化 像是凸顯人聲 或者是槍炮聲音 在遊戲的定位感 它會更好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也可以透過Dragon Center 然後把效能模式切換為平衡模式 如果你去咖啡店 或者是圖書館 那你也可以切換為Silen模式 換取更高的續航力 一鍵就可以輕鬆切換 我們可以用Dragon Center 螢幕了然看到 系統支援的所有使用的資訊 包含CPU使用率、磁碟、RAM的狀態 以及各元件的溫度、網路傳輸速率 以及風扇轉速 它就像一個儀表板一樣 可以讓你一次看到所有的資訊 而且手遊玩家也可以用Alba 15 來享受大螢幕的遊戲體驗 微星跟BlueStack 安卓模擬器平台合作的App Player 那你可以用更大的螢幕 更爽的喇叭 還可以遊戲多開 看你要練功還是掛機都可以 不過你要小心被老闆發現喔 一直盼望著AMD筆電的朋友們有福啦 這一台效能不但令人滿意之外 它的重量也不重 那非常適合通勤 滿足玩家們的多樣化需求 在這邊推薦給各位 如果大家對這台筆電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 謝謝大家 掰掰